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otop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shell的一些基础 首先我们写一个shell,shell是什么 它是一种脚本 相当于任何语言的一个网页那种输出一样 它也可以输出一些内容 比如说输出一个Hello World 或者是写一些if 还有这while循环,for循环等等 它都可以实现 它也是一门语言 好,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基本的格式 首先写一个shell 首先也有这种警号感到开头 并且引入它的这个相当于它的环境 就是一个beam-sh 好,我们看一下 首先输出这么一个high 然后一个变量付给它 我们看一下它输出什么结果 我们先复制一下 好,我在这地方建一个 vimacadon-shell.sh 然后我们写一些内容 好,写完以后复制进去 我们按一下esc 然后设计这键 然后再冒号退出 然后保存q wq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 是样 如何执行是样 sh 然后它的名字 马开动 下滑线 sh 这会我登用的table键补齐和回车 我们发现它出现了一个问题 说是命令A没有被发现 然后在第四行 然后输出了一个high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和我们想象中的一样 显然我们是想输出Hello 我的还有Hello 马开动在这个b当中 但是它没有输出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它没有输出也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的写法是有问题 对吧 可以说这地方会有一个奇异 明明我们定义了一个变量是A 我们却输出了一个dollar符 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变量的引用 然后一个as 那这地方它并没有把这个a输出 而是把as当成了一个变量 as我们没有是复制的 所以它就是为空的 所以你只会看到high一个d号 好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将这个a用大括号包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输出了 我们来改一下 vi一下马开动 杠下滑线是 tap进补齐 回车 将这个a包起来 按一下i键 然后包起来大括号 好esc退出 冒号wq保存并退出 然后sh马开动 杠下滑线 这个时候输出了一个杠下滑线 好这个地方老是犯了一个错误 也非常的震惊 以前没有注意到 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错误 这个是在我粘贴的时候发生的一些问题 在粘贴的时候 我们通常因为写加码的缘故 我们通常会在一个变量的等号之前 作为一个空格 实际上在shel中 你不能有这个空格 所以这地方影响了结果 当刚才他并没有输出a 他以为a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变量 好现在看一下他这个结果是正确了 我们再修改回来看一下 运行好 这个时候确实是和我们想象中的一样 最后加了个s 好 这就是shel定义一个变量 定一个变量a 并且输出这个变量a 好 我们继续下滑线内容 这个已经讲过了 但是这个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使用了这个-a ux 他跟那个上学课讲的ps-ef 然后管道grip上是相似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使用-a ux 他呢都是去查看这个当前用型的进程 我们从这个结果也可以看出他几乎是相同的 那不同点在于a ux更为详细 他们都有进程号 好 还有一个名字是一个tel-f-n 然后一个数字 然后一个文件名 他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就从尾部去查看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他这个功能我现在没法演示 我会在后续课程中进行一个演示 他这个非常有用 他就是将这个文件从尾部一直去查看 所以文件一旦发生变化 他就会去显示相当于一个动态的查看一个文件 非常方便 切换到用户root 是这样切换 sudo- 比如说 现在我是一个其他用户 比如说是个htfnc用户 对没有这个用户 比如说现在我就模拟一下 就是我要切到root用户 可以写一下sudo- 写杠 中杠 sudo- 杠 就可以切到root用户了 看到没 这份已经发生变化 就说明我已经切到了root的根目录 并且变成root账号 如果我们切换到某个用户怎么写 好 写一下sudo- 比如说my circle 这样子就是意思说 要切到my circle这个用户 但是别忘了中杠 好 这地方因为my circle用户也是不在的 我们增加一个用户 这会我们切换到my circle用户 看到没有 这地方就切换成功了 好 我们现在切换到root用户 我们sudo- 这么需要密码 我们数一下 因为我们没有设置密码 所以现在输不过去 exit 这个时候可以使用exit进行一个退出 就是说将当前my circle做一个退出 然后我们如果还想切到其他用户也是一样的 使用sudo- 然后其他用户名 其实这地方也可以直接写root 也是可以切往的root上 好 比如说切换到hive了 这地方没有杠也是可以的 我试一下sudo- my circle也是没有问题 好 我们退出 退出是从当前用户退到root账号上一个 top我们也讲过了 还有发现文件 这地方find也是非常使用力非常高 他就是去递规查找指定的文件名 比如说这地方就是找一个文件 在这个目录下查找txt为后缀的一个文件 我们来测试一下 好我们在cd到马开东 我们直接在这个目录进行一个查找 我们查找马开东- 写-com下面名字为 新-txt 我们看到我们找到了一个文件 它叫file下面 说明这地方是一个低规 对吧 因为他把子文件下面也找到了 有一个马开东.txt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找一个文件 我们不知道它在哪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也是非常快的 好 还有复制 通配符 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做一个复制 我们是可以通过这种通配符 进行一个有规则的这种复制 cd马开东.com 这地方比如说我们再创建几个 拷贝几个吧 cp马开东-txt 变成马开东.1.txt 然后变成一个r.txt 好 我们复制一下cp 加个-r吧 让马开东.t.txt 复制到哪去呢 我们这地方 先创建一个文件 好吧 makedir 创建一个file-new 好 我们现在再复制一下 然后复制它 到file-new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将这个通配符 它能通配上1和2 相当于就是说 把1和2这两个文件 通过一条这样的命令 复制到这个新的文件夹下 我们回撤 我们cd到这个file 新的文件夹下面 lse一下 确实看到了这两个文件 好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统计 也wc-l wc的大家不要认为是厕所 这地方它是一个单词的缩写 是word count的缩写 单词是这样写的 word count 就说是单词的一个统计 它是统计一个行 它的语法是wc-l 然后是文件名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统计一下 马开东 点1 点txt wc-l 马开东 点1 点txt 回撤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115行 一 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115行 我们退出 然后是set number 好 翻译 我们看到确实是115行 所以它统计是没有错误的 那这个地方 你看上翻译 它把这个空格所有的行都统计出来了 所以这个命令也非常有用 好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通配服 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两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分别有多少行 然后用一个新代替 这地方弄错了 不是vi 是wc-l 好 这个地方就会统计出这两个文件 对应的行 并且与统计总数230行 115加115 好的 还有一个命令比较有用 就是sap sap sap 它是在服务器之间进行一个数据的交换 传递复制 这个地方 比如说是内网的另一台IP 比如说我的IP是 刚才已经看到了我的IP 这是aepconfigure 我的是42.143 我要把这个文件传到这个地址上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命令 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说sap就是一个远程拷贝 然后我们是交它所有的目录 这个马开东这个目录 拷贝的root这个账号 哪个root账号呢 这个机器上的root账号 哪个目录呢 mnt这个目录下 你回车呢 它就会去连接这台机器 并且让你输入密码 如果你做了ssh 那么就是免密码传输 这地方呢 因为这边呢 没有这台机器 我只是作为一个演示 当你的需求 就将这台迹象内容 拷到另一台机器上的时候 采用sap这个命令是非常方便的 好 啊 接下来讲解一些下的一些表达式 比如说if iOS这些